雙城論壇已經落寞 臺北市長蔣萬安 結束了上海行回到臺灣 也來分享這一次的交流心得 他不忘是提到 真的很希望兩岸能夠繁榮穩定 只是這一次上海的市政交流 外界最好奇的還是蔣萬安 到底有沒有跟中國國台辦主任 宋陶會面 滿臉眷容待面的鏡頭 還是擠出笑容 臺北市長蔣萬安 結束雙城論壇 返回臺灣 雙城論壇圓滿落幕 蔣萬安不忘要回歸市政 坐鎮指揮颱風 不過回顧最後半天上海行程 依舊排滿滿 參觀上海托育中心 身為三寶爸 蔣萬安眼睛都亮了 不只專心聽講 還熱情和寶寶們線上飛吻 建設交流 蔣萬安心得滿滿 但這趟上海行 蔣萬安並沒有跟中國國台辦主任 宋陶會面 離開前由上海副市長 華元舉辦鑑別晚宴 蔣萬巧妙回避掉蔣送會 似乎是由於把整趟上海行 來降低他的政治意味 把這個焦點拉回市政交流主軸 記者萬家為廖偉紅 蘭靜發江凱琳 SNG小組上海台北採訪報導 製核 坦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